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尚未終止 但是已經促成了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三次的高層對話 而且就在3月14號之後 第一次當然就是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 跟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在意大利羅馬的會面 總共談了7個小時多 第二次則是拜登與習近平雙方的視訊會議 第三次就在華盛頓特區 由美國的副國務卿薛曼與中共駐美國的大使見面 這三次的見面 相信雙方都談到了自己想要談的問題 美國想要談的當然就是烏克蘭 尤其是中共不應該去支持俄羅斯 特別是提供物質或者軍事的援助 中國大陸當然順水推舟 它會談一談它關切的核心的利益問題 特別是跟領土主權有關的問題 其中自然包括了台灣 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了雙方三次的對話裡面 各自放出了各自想要讓外界知道的訊息 美國談的當然就是一直跟中共強調 不應該去支持俄羅斯 中共方面放出來的訊息 所以則是他跟美國強調了 不應該去支持台灣獨立 不應該涉入新疆、香港、西藏等等 所謂中國內部事務 大家這樣子各取所需 講了好幾回之後 後面的影響是什麼? 今天我想特別聚焦在台灣 跟大家聊一聊這幾輪對話 對於台灣的影響 對於台灣最明顯的影響之一 自然是台灣民眾看到了 美國與中國大陸三次的高層對話 中間火藥味並不多 反而是隱隱約約 秀出了若干可能的交集 當然台灣民眾了然於兇 而且台灣民眾看到了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 美國所採取的嚇阻與外交雙重手段 雙雙宣告失敗 台灣民眾也會思考 在美國始終堅持不會派兵 介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的時候 萬一中國大陸真的用兵台灣 美國是不是也是不會派兵 於是我們看到最近的 在台灣的民調 確實認為美國在中共對台用兵的時候 不會出兵介入的比例 明顯真高 另外一個對於台灣的影響 自然就是美國 它對於台灣國際空間參與的射限 又是變得比較明顯 對於台灣國際空間參與的射限 當然不是從拜登政府開始的 而是從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之後 一路美國都有它自己的限制 我們看到的是在拜登政府的時候 在去年7月有美國國安會的亞洲資深協調官 他在一場研討會裡面提出了 美國會顧及台灣的尊嚴 會堅強地支持台灣 同時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樣一種 大家比較不在 不太從拜登政府口中會聽到的說法 一直到最近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幾次高層會談裡面 中國大陸都片面的放出了 美方重申以支持台獨的這樣的訊息 大家或許半猜半信半懷疑 但是呢 我們看到了在今年的4月 即將在帛琉舉行的我們的海洋大會 帛琉是中華民國的邦交國 但是這一個海洋大會的發起國 以及這次的協辦國都是美國 所以美國特別要求 台灣不得已正式國民出席 這樣的一種要求 當然有人說是建議 但是我們看到了 這就是很明顯的 美國不希望在國際間造成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也就是一中一台 或者兩個中國 或者台灣獨立 任何可能的這樣的一種印象 於是 因為烏克蘭的事件 美國對於台灣的國際參與 又更謹慎 因為美國也需要在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有中共當局的支持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勢之下 至少在短期之內 台灣或許不太需要去 期望美國會給予更多台灣 在國際空間參與上的支持 或許暫時造就 未來需途發展 這是民進黨政府 可以當作戰略思考的一個重點 環宇全世界2.0 超高知識含金量 僅扣全球局勢變動 提前掌握國際趨勢 環宇看東亞 一流專家在線 挖掘東亞 熱點立體 全台唯一 中日韓 政經分析 看見新東協 盤點東協 關鍵經濟指標 研判企業物體策略 探索新南向 無限上級 環宇新文台 晚間九點戰線 開啟國際視野強勢登場